周杰伦为何放弃蔡依林而选择昆凌?知情者说出了让人不感性的事情。 近期,周杰伦陪伴着昆凌去到澳大利亚参加了《奔跑班兄弟》节目的录制。 全程乃是照顾有加,一直在旁边寸步不离,可谓是模范丈夫。 如今他们也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,事业上也依旧是非常大红大紫。 关键还是太幸福,说是人生巅峰也不为过。 那么周杰伦作为音乐创作才子的确也是受到了众人的追捧和喜欢,她对另一半的选择自然也就非常的广。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,周杰伦和蔡依林也曾经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 可以说他们的歌声都非常好听,不过后来却为什么离开了她而选择了昆凌呢? 有知情者说出了其中的实情。 其实早在一开始,周杰伦和蔡依林在一起就遭到了周杰伦公司的反对。 因为这将会阻碍她本人在内地的发展,不过当时候两人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分开。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两人慢慢开始发现性格不和,因为蔡依林也有自己的个性。 其实周杰伦是相对比较内向的,之后遇见了活泼的喉沛层他们就分开了。 有经纪人表示,其实一开始是蔡依林追的周杰伦,其实周杰伦最中意的类型也不是她,所以慢慢就丧了。 而在之后,昆凌的出现让周杰伦一见钟情。 首先,昆凌的长相就是比较漂亮的,处于气质出众的那种类型。 最为关键的是,昆凯林实在非常的贤惠动势。 大家都知道周杰伦作为天王级歌手,平常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。 那么很多时候也不是能够很好的照顾到昆凌,而昆凌虽然年龄小,但是也非常之去实大体。 懂得如何去处理这样的关系,也有能够多立的勇气。 他这一等就是好几年,几乎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。 这份真情还是让人不敢信的。 其次就是昆凌非常孝顺,夜深的周杰伦家人的喜爱,于是自然而然的他们就走到了最后。 如今他们也非常的恩爱幸福,也是粉丝所乐意见到的。 那么大家会不会一直祝福周杰伦和昆凌这幸福的一家人呢?